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8年520政党轮替之后 大陆的地方的官员 审视官员来的密度非常频繁 我想在座记者评论都很清楚 目前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 配合他们各地方的官员来的时候 同时也会登这些介绍当地的 他们大概在写个什么 某某省 广东省专辑 如果可以比较注意去看的话 如果我们与今年8月广东省省长 谎话来台湾这件事情来讲 那像《中国时报》跟《零用报》 它都有登这样的一个 其实这个也是付费的广告就对了 因为我过去自己在《中国时报》 大概五年多 那时候经历的六四天安板的那个事件 那时候在我们《中国时报》 处理的时候是将近十几个版面 这样的一个处理 而且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权批判等等 但是现在很明显是有转变的 所以这种省市省地方政府官员来 大陆地方官员来这种 这种一方面是广告的这种业配 另外一边是在新闻版面 我再回到刚才《花华》那一支新闻来讲 一样的 它会在两岸跟大陆版 它也是做头蹄 它也是做头蹄 所以这个情况就变成说 让人觉得很忧心 就是说 当然我们对《中国》的崛起 要去正面的注意 但是像广东的政权这样来 是不是要全部做到头蹄 显著的处理 强调都是他来这边采购的金额 这个确实是要令人去反省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之后 你说我们台湾这些传媒 在处理这个两岸新闻 大陆新闻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我举这个刘晓波这个事情来讲 也是有影响了 我最近有稍微注意看 那《中国》时报在处理的时候 它也不是在当天的头版用头条处理 它当天是在左下角 那个不大 左下角这样处理 那么在二版 二版 二版也没有摆摄论 摄论都没有提了 这很奇怪 那其他大概在二版底下再处理一下 三版也没有了 那当天还表现比较涌现 现在是领核爆 领核爆在社论里头 还是有提这个刘晓波这个事情 所以用三个多版来处理 但是领核爆处理之后 结果据说在大陆 就立刻把他的这个网页 封锁了一阵子 封锁了一阵子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这样的一个 这件事情可能跟政府或许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跟这个报夥版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报夥版其实说以太阳版来讲 我想他的资金也够雄 是不是一定要叫他的记者去登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大可商榷 还有另外这种操作的方式 事实上现在是我的了解 就是记者是经常去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就对了 记者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恐怕有点混淆 记者到底是在做行销的这个业配的工作 还是在做这个去监督这个政府 所以我发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 除了我们应该反对政府 置入这个业配的新闻之外 我们也要呼吁就是媒体的这些报夥版 其实各位基层工作者是最辛苦的 报夥版其实可以去好好的反省 是不是真的是媒体已经到没有办法 一定要走这条路 我觉得是大可商业 特别是那个这种大陆的这种 省事官员来访这种消息 这个很明显 已经对台湾的这个 对中国专案的报导 已经有产生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了 那未来会不会随着这个 两岸交流速度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在报导的时候 面对中国的一些比较负面 我们不敢去报导 会不会慢慢 我们不不得了 在这个地方 边缺一下 也不得了